基本上民進黨肯定王岸儀委員跟社府團體發掘的活動 針對新北市的胃藥事件 我認為重點還是在孩子身上 新北市政府應該要特別去說明 家長所陳述的媒體所報導的 孩子的階段症狀的情況到底如何 這個是最重要的 另外家長也在陳述 媒體也已經報導 幼兒園有餵食孩子採紅藥水 這個事情是不是真的 如果說孩子已經有階段症狀 而且幼兒園也確實餵食孩子採紅藥水 那這樣的話整個事情在處理的時候就會更清楚 如果公布這個重點 孩子的真實情況的重點 我相信社會知道之後也會比較放心 新北市政府目前處理的方式 你怎麼可以說最新的民調顯示 您在高頻地區是比較火候的 那這會不會怎麼加強啊 謝謝 活動要開始了 民進黨目前的確是比較逆風 不過我們嚴肅面對 採取高標準來處理每一個事件 我們希望能夠重新得到社會的諒解 以及得到社會的知識 也能夠贏得最後選戰的勝利 一起守台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